这是一道送分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反向双发射手无法命中 泼下了僵尸 在反向双发射手左边 放置一个火炬后 火焰豌豆就能命中僵尸 那么如同所示 我们把火炬树桩 放在僵尸前面 双发射手还能否命中僵尸 A.能命中僵尸 B.不能命中僵尸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A.双发射手能命中僵尸 第二题 基础题 众所周知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丁耙能击败冰车僵尸 那么丁耙能否击败雪橇车僵尸 A.能击败雪橇车僵尸 B.不能击败雪橇车僵尸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丁耙不能击败雪橇车僵尸 第三题 一错题 如图所示 在草坪尽头只有一个脑子防御 那么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无瓜僵尸能否进入房子里 A.无瓜僵尸能进入房子 B.无瓜僵尸不能进入房子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无瓜僵尸不能进入房子 第四题 判断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哪怕用南瓜头保护高坚果 也会被小丑僵尸一起秒杀 有粉丝说 小丑僵尸自爆 对植物是有秒杀代码的 那么我们把高坚果 血量提升到一百万 小丑僵尸还能消灭高坚果吗 A.小丑僵尸能消灭高坚果 B.小丑僵尸不能消灭高坚果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A 小丑僵尸能消灭一百万 血量的高坚果 第五题 附加题 有粉丝说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僵尸在啃食内祸孤后 会自带虚弱效果 在同等血量的情况下 内祸僵尸就是大不赢僵尸 请问这是不是真的 A.是真的 B.是假的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这句话是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